乒乓球对于我来说 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大部分 以后可以令到两地的青年 有多一点的交流 我们来看一下 凯琴的歌单分享 你要把我的歌单唱会出门 就唱一支房子 哎呀 香港冰冰球代表团定于7月22日出发 前往巴黎参加男子丹打女子丹打 混合双打以及女子丹打 其实每一次能够去到奥运 都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期待的事情 上一届我们在女团上获取了这个铜牌 其实当时也是抱着一个拼搏的心态 去拿到这个铜牌 奥运冰冰女子团体赛 港队在铜牌战以长数三比一反胜德国 首次踏上冰冰女团颁奖台 这张照片一定是一生都值得 去纪念的一个时刻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站在颁奖台上 看到国旗和拘旗一起升起 然后就国高的时候 是会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当时我们在奥运之前 有半年去了国家队集训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收获是非常之大 我记得因为国家队训练的时候 它会有不同的训练计划 我正常跟他们练两节的计划 已经很辛苦了 练三节就可能有点瘫痪 练三节我记得那天是九点多 我还看到那些主力 可能是马龙、刘斯文、陈萌、黄玉 这些最顶尖的主力 他们还去练体能 已经是最顶尖的 但他们还不停地让所有人更加努力 他们不停地超越自己 挑战自己的精神 是很激励到我 在训练期间有时有些动作没有做好 或者是身体的情况 就会出现急性的拉伤 其实我觉得可能 面对伤患那种痛的感觉 更加难受的是我打不到比赛 有些队友都知道我是很喜欢打 没有伤患的问题之前 可能我年纪算比较大 但我可以是最多的 我觉得在冰冰球上 可以带给我很多不同的乐趣和可能性 这次输赢 基本上每次出去比赛都会面对到 我小时候就可能比较患得患失 我赢了很开心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然后输了我就很不开心 然后我可能会很极度怀疑自己 我觉得现在大过了 进步的一点就是 我哭我允许自己哭 因为如果我不哭我会很难受 但我哭完之后 我就正常第二天 应该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 以前可能队友会笑 因为我的确是从小到大最能哭的人 然后瑞姐经常跟我说 我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每个人都有一个不那么完美 或者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就是喜欢哭 将个小映迷要你的签字 他是什么 我觉得音乐的力量是非常之大 好像张国荣哥哥的《我》 他那首歌 中间有一句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我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觉得会比较打动到我 以后通过我的专业去培养一些小朋友 想开一个乒乓球馆 然后我的老家在潮州 我很喜欢潮州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蠢 我很喜欢那里的食物 我很想在香港开一个球馆 在潮州又开一个球馆 我就多一个借口 可以经常跑来跑去 亦都可以令到两地的青年 有更多的交流